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一節有兩宗來自美國的重磅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是關於國防部幕僚長Cash Patel 對CNN提出了一宗五千萬美元的誹謗訴訟 第二宗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向特朗普無情抽刀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講第一宗消息 我所看的版本就是由霍士新聞所綜合的版本 代理國防部長米勒的幕僚長Cash Patel 已經對CNN以及幾位頂級記者提起一宗五千萬美元的誹謗訴訟 原素人Cash Patel聲稱 說CNN是發佈了一些虛假的陳述 而且還在推廣一些毫無根據的左翼政治論述 怎樣來推廣 就是將這位Cash Patel 描繪成為一位親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 兼陰謀論者 而且還試圖抹黑拜登 就是這樣來描繪Cash Patel 原素人在上星期五 就已經向維珍尼亞州的巡迴法院 提出了訴訟 除了CNN本身之外 另外 還有五位的高級記者 都是列為被告 這宗訴訟就是要控訴CNN 故意地或者不計後果地 傳達了一些虛假的訊息 以煽動一些所謂的新聞 來去羞辱Cash Patel Cash Patel曾經擔任過 共和黨籍加州眾議員 Devin Nunes的高級助手 也有擔任過 總統特朗普的顧問 他聲稱 CNN從今年 11月24日 到12月4日 發表了一系列 由被告所撰寫的文章 其中包含了一系列虛假的陳述 這些是被認為是誹謗性的言論 到底在那些文章當中 是出現了哪些被認為是誹謗性陳述的言論 包括以下這些例子 全部都是用來描繪Cash Patel 第一句 與拜登的陰謀論有關的 特朗普忠實支持者 正在領導五角大樓的過渡 第二句 特朗普忠實支持者 Cash Patel 是與散播有關 拜登的陰謀論有關 第三句 Cash Patel 致力於抹殺特別顧問 羅伯特 對俄羅斯干預 2016年總統大選的調查 第四句 五角大樓 阻止拜登的情報過渡小組 與各個機構會面 最後一句 國防部的過渡辦公室 是由一位 致力於散播陰謀論的 特朗普忠實支持者領導 這些就是例子 這些就是CNN被 Cash Patel 指稱為 誹謗性陳述的言論 Cash Patel 的法律團隊就說 CNN這樣做 無非就是要對他進行報復 因為他在2016年的大選之前 曾經幫手踢爆 CNN有些陳述是不正確的 比如CNN曾經描繪過特朗普的團隊 和俄羅斯有歐聯等等 根據他這個說法 即是說 兩者之間 一組已經有嚴隙 只不過現在就叫做 身仇舊恨 就是一招了 Cash Patel 的律師就說到 被告人是列造了一些 誹謗性的陳述 因此他們就知道 這些陳述是錯誤的 而他們也應該知道 Cash Patel 並不是陰謀論的單一來源 也跟拜登的陰謀論 沒有任何關係 被告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或者實際的例子 也無法證明 Cash Patel 有份散佈有關於拜登的故事 最後Cash Patel 就是要求被告賠償損失 而且還希望獲得一個禁令 就是禁止CNN的記者 重複這些誹謗性言論 這件事件就是這麼多 實情 到底這件事是不是牽涉到誹謗的言論 當然就需要法庭來做出判決 但我認為 這位Cash Patel的幕僚長 他願意來據你力爭 都是好事 因為有些擔任公職的人 他就礙於自己的身份 是不便行事的 不方便來告你這些新聞機構 比如說 特朗普總統 就算了 他被這些新聞機構 屈得少嗎 絕對不會少於Cash Patel 但是鱷於他是一個總統的關係 他就沒有理由 入址控告這家誹謗 控告那家誹謗 他就只能說你fake news 就算了 因為他不能這樣告人 因為一告的時候 就肯定會招人 說病招人口實 就說他打擊言論自由 打壓新聞自由 一大堆這些罪名 又扣在他的頭上 所以 他就不方便做這些事 既然現在這位Cash Patel 他認為CNN在誹謗 他現在入稟法院 說對的 這些就是據理力爭 不要說這宗案件 只是說上次有一個爆料人吹哨人 他就發放了一堆 CNN的高層電話會議錄音 CNN從來就沒有出來否認過這些錄音是假的 但是上一次 就說要追究那個爆料人 到現在就沒有再回應有關於這件事 如果這些錄音是真的時候就證明得到 你CNN根本上的偏採方向 就是被主席來操控的 主席叫你報什麼你就報什麼 主席叫你不要報什麼你就把所有的消息全部壓低下去 一點你都不報 完全就等同於是在做一個消息封鎖沒有分別 你豈不是當自己的手遮天 所以偶然受下挑戰都是好事 如果不是根本上一群人都不知道是為了獨者服務 還是為了金主服務 為了背後的政治板塊 背後的利益集團來服務 你是要追求真相 你是要報道的事實 你不要搞得好像文藝創作 對不對 我們是看新聞還是看這個小說 好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參議院的 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 無情地向特朗普抽刀 究竟什麼事呢 麥康奈爾昨天提到 說我們很多人都希望 總統大選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但是政府的系統已經是有了程序 會確認到誰將會在1月20日宣誓就職 而選舉人團已經是清楚地表態 所以我在今天就想恭喜總統當選人拜登 亦是想恭喜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 這就是美國誕生的首位女副總統當選人 國民應該是以此為榮 實請麥康奈爾這樣說 我真的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因為這個麥康奈爾長期以來的性格 都好像偽然一樣 往往就會在最關鍵的時刻 最慾緊的時刻 將隊友無情出賣 這些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有跡可尋 他現在這個行為當然就等同於 背叛了特朗普 向特朗普背後抽刀 因為他都說仍然要堅持那些法律行動下去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等到那些法律行動完全結束的時候 你才作出個決定 你現在這麼快就已經是拍板了 所以國會首尾門那招就很不穩 我們都曾經說過 在1月6日國會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之上 只要有最少一名參議員和最少一名眾議員 聯名去書面提出反對的話 就可以逐個州來重新認證選舉人票 當然就可以否決 問題就是既然你這個 夏麥康奈爾那麼得高望重 你都去承認拜登當選的時候 我就很懷疑 參議院裡面 究竟有沒有一個具有勇氣的參議員 能夠跟那班很熱情的眾議員 一起聯名提出反對 為什麼呢 我曾經解釋過 這件事就是跟制度有關 因為眾議員的選區比較小 他們要直接面對民意的機會是大一點 而且眾議員的任期就是兩年一任 他們剛剛上任很久就在倒數自己的議席生命 所以他們時時刻刻都要很熱烈地反映得到當下的民意 反之你那些參議員一早就六年了 你用長過總統的任期 當然每兩年就會改選三分之一的議席 但是一早就六年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完全不理這些事情 他很簡單 就是拼到他改選議席那一刻 那些人都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就行了 而且他們的選舉是整個州那麼大的 所以那些人到現在都是闊魯爛利的 大家看到沒有一個參議員是願意挺身而出 就是挺特朗普的 沒有的 最多都說會考慮一下 聯名來反對而已 沒有一個人實牙實恥說到一定會這樣做的 再加上現在這個麥康奈爾表態的時候 就很濕氣了 分分鐘都不知道提不提出得到 就算提出得到 被這個麥康奈爾從中作梗 那你在參議院那裏 你也是慢慢僅過半 一表決的時候就不夠票 說回 昨天 七個州的選舉人是罵了雙包 跑去投票 有些人就不太理解 發生什麼事我就再解釋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網民就走來留言說我發放假消息 就說我不認識 就說我是左媒 這件事完全是無理取鬧的 當然大家的心情是怎樣 我是很理解的 但是沒有理由 就誤信了一些假東西 然後反過來攻擊說我是假的 到底那個網民是留了什麼言呢 他就錯誤理解的 他就說 那七個搖擺州的議會 就已經指示了他們的選舉人投票給特朗普 令特朗普獲得了314張選舉人票 這些選舉人是由州議會認證的 這些完全是錯誤的 凡親提述這些 理論的人根本上就沒有去求真 沒有去尋找真相 人魂逆魂的 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的 原來就是在Facebook 一個台灣的Facebook user 他自己說出來就當了是 然後就有千多人走去分享 這些是大錯特錯 你要忠於個文本忠於個事實 究竟這些七個搖擺州的選舉人 是從何而來的 其實就是由 共和黨那七個州的分部自己去提名 就不是說州議會來認證 你只要上那七個州的議會 你看一下到底有沒有press release 有沒有新聞稿就知道 是不是 根本上是沒有的 很多州議會都是在優惠當中 他怎麼來認證這些選舉人出來 實際上這七個州的共和黨籍選舉人是怎麼產生的 其實就是由共和黨那七個州的分部自己提名 為什麼會提名了一群這樣的人出來 其實在大選之前 50個州 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各自提名了屬於他們的選舉人 按照往常的做法 就是到底那個普選票在那個州哪一個多 那你就 就是傳取 當然有些州不是 按照比例來分 但是絕大部分的州就是勝者傳取 當你傳取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州 德州這樣 是由特朗普的票數領先 那麼州長和州務卿 就會將你共和黨提名的那些選舉人 交上去 就這些為之是選舉人 那麼現在出現的那七個州的情況 就是由拜登的普選票領先 當然這是有爭議 問題就是 現在的那七個州的州長和州務卿就是放了民主黨的選舉人上去 反而來說 昨天的那七個州的共和黨籍選舉人 其實就是 由黨來提名 不是由州議會來認證 這些人是完全搞錯的事實 而且這七個州的黨部 他們分別發了聲明 是說到明 他們走去投票給特朗普和彭斯 這個是叫做有條件的支持 什麼叫做有條件支持呢 現在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在很多個州都仍然 提出了很多的法律訴訟 是未曾判決的 那一旦 判決出來的結果 是對於特朗普 是有利的時候 那當然就要看看 究竟那個最後的普選票是怎樣來去安排 如果是 一計條數出來 發現原來是特朗普領先的 不是拜登領先 好了 那這堆的選舉人可以即時做到一個替補 大家明白嗎 要有那個司法裁決對於特朗普有利的情況下 這些共和黨的選舉人才是有他的效用 如果特朗普說一句 判了敗訴的話 其實這堆選舉人都發揮不了他的作用 希望大家理解 希望留言的人理解 不要只看華民的資料來源 你去國州的議會 去國州共和黨的分佈 看看新聞稿就已經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 這樣去國州的委屈我 我覺得真的很冤禮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